美国020总统大选还没有结束 不过美国所谓的主流媒体 是直接的宣布拜登当选 而一项被视为挺川普的福斯新闻 却在大选之夜率先称拜登拿下了亚利桑那州 而9日白宫发言人迈克内宁在记者会 指控民主党支持做票和不合法的投票 不过话还没有说完 福斯新闻就中断了直播 让不少川普的支持者还有很多人是扬言抵制 而福斯新闻的做法引发许多观众的不满扬言抵制 不少人转台收看保守派的媒体新闻极限 而Near 3数据显示 11月4号到6号 新闻极限在所有的关键时段收视 都领先了福斯商业和CNBC 上周六 美国多家所谓的主流媒体宣布拜登当选 不过英文大纪元The Epochize发布了声明 在法律诉讼未决之前 不宣布总统大选的获胜者 而英文大纪元11号在苹果的App Store 报纸和杂志类的App排行榜 英文大纪元超越了纽约时报高居第二名 中文字幕提供